今天想跟大家做一個面膜DIY YOKI YOKI 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教大家一個DIY的面膜 材料很簡單 準備一個清淡的乳酪 好吃的 還有一個蜜糖 還有一些蜜皮或極意物 最後預備一個綠茶 這是綠茶粉 這個面膜有什麼功效呢 這個面膜可以保濕、收毛孔和控油 乳酪有很多維他命A、B和C 還有AHA 蜜糖含有很豐富的核酪和AHA 綠茶有維他命A、C和E 抗氧化非常之好 蜜皮有豐富的維他命K和酸素 這個就是我們DIY面膜的份量 材料準備好之後就可以開始DIY面膜了 首先我們放兩茶匙的維他 不要任何味道的 是維他 一茶匙 兩茶匙 搞定之後就可以用匙巾壓扁 然後把蜜糖和乳酪搅拌勻 第二個步驟就是放蜜糖 蜜糖有滋潤的作用 可以增加我們的骨膠原 以及增加皮膚的彈性 這次來說 中性皮膚 我們放三分之一的蜜糖 如果皮膚是乾性的話 你可以放三分之一 總共三分之二 然後把蜜糖和乳酪搅拌勻 好 第三步就是放一茶匙的燕蜜 或者蜜皮 蜜皮是一個很好的天然 和很溫和的材料 去平衡我們的油脂 如果你有皮膚敏感 它也有幫助 我們這次來說 我們就放一茶匙 如果皮膚是油性的話 可以放多一茶匙 總共兩茶匙 放完蜜皮之後 也要把它們拌勻 最後就到我們煮綠茶 綠茶含有維他命A C E 以及超級無敵的抗氧化劑 也可以對抗自由基 減少皺紋 這次我們就放四分之一茶匙的綠茶粉 就可以了 放完所有材料之後 記得要把它們拌勻 尤其是綠茶 綠茶比較難去拌勻 拌勻之後 然後這個面膜 的顏色就是淺綠色 非常漂亮 賣相 它的味道都很香 有綠茶味 還有蜜糖味 你會聞到的 你好 Tia 這個DIY綠茶 乳酪面膜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給大家一些提示 大家記得 可以在洗澡之後 先塗這個面膜 還有可以全面全頸塗 避開眼睛和嘴這個位置 因為它的質地比較柔軟 你可以on top 加一個面膜紙 敷完15分鐘之後 就可以按一按摩 先過水 可以令皮膚更加吸收面膜 這樣 是不是很簡單呢 刮理 來吧 這 Esther 的是 欸